各位朋友大家好 快到冬至了 今天介绍一个汤给大家 一家大小都合喝的 材料又很简单 就是栗子冬菇鸡汤 用新鲜的栗子要500克 冬菇45克 鸡一只 陈皮要三分一个 生姜三片 水十碗 这个做法有两种 如果你当它是一个平时老火汤 你就把鸡去皮洗干净 再飞水备用 如果你当是一个沙窝汤 这样上去的话 你可以鸡就这样捏皮 出水 吃起来就好看很多 栗子就是有壳 所以我们要去壳 再去洗干净被用 冬菇当然是洗干净 浸软去定 陈皮就要浸 然后洗小 如果你的陈皮是漂亮的 旧陈皮 不需要刮囊 把10碗水煮滚 加入所有材料 再滚之后 用文火煮2小时 这个就可以饮用 但如果你想当是一个沙窝煮 你可以 就是煮一个半小时 也可以 当是一个菜 你的水可以 尺量减1-2碗 这个汤的功效是 益气养血 滋阴补腎 老少咸儿 是冬天的保健汤水 所以特别适合在冬至大家享用 这里是3-4人份量 这个栗子 有些地方叫做板栗 这个是性温微甘 入皮 遗腎三经 它的功能就是 养胃健脾 保腎强筋 而现代的研究就证明 它有丰富蛋白质 脂肪 糖類 淀粉质 维生素B 和脂肪酶 所以 对于高血压 冠心病 动物硬化 都有一定的作用 那奈肉呢 就是性温微甘 是低热量 高蛋白质的 营养肉类 可以 益气养血 健脾胃 自虚损 保五脏 还强化黏膜 可以修复你的皮肤 还有帮助身体的成长 所以大人小孩都对的 而冬菇呢 就是性温微甘 能够保护养身 健脾养胃 可以降胆 固醇和血糖 还可以防止感冒 防止肝硬化 和抗癌作用 那陈肥大家都知道 是主治这个脾胃气势 消化不良 和咳嗽气喘 化痰的功效很好 所以这个汤的材料很简单 你喜欢喝汤的 就煮久一点 如果当是一个沙窝 一个半钟就够了 所以一家大小能够享用 不要浪费了机会 冬至到大家一起 享用这个一家合用的 栗子冬菇鸡汤 谢谢你们收听